不仅发电而且故杀 中国光伏新模式有多牛 过去的人们制杀是动用大量的人力提着铁锹去种树 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加高效 更加环保的制杀手段 光伏发电 这看似毫不搭边的两个领域是如何相辅相成 在完成沙漠遍绿洲这种高难度任务的同时 还能实现发电供电的呢 充满现代感的光伏板下 摇曳着不同种类的阴阴绿植 这会成为未来沙漠独有的美丽风景吗 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 在腾格里沙漠为我们给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沙漠地区最丰富的资源之夜就是阳光 平均每年有超过3000小时的太阳能照射时间 也就意味着这里超过一半的时间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日照 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利用太阳能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电能 但实现光伏制杀却并不仅仅是铺设光伏板这么容易 还面临着许多比较棘手的问题 研究数据显示 每平方米的沙漠每年可以吸收太阳能2000千瓦时到3000千瓦时 以一般家庭的用电量来计算 仅需两平方米的沙漠就足以满足一个家庭一整年的电力需求 以腾格里沙漠为例也 当初大家选择的固沙方式是草方格固沙 工作人员将卖草 买进沙子中形成网状防护带 这种方法在初始阶段非常有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沙子中的麦草容易腐烂 显然没有办法长期解决问题 后来他们选择在光伏电站周边种植沙生植物 比如缩缩木 这种植物根系生长极快 具有强大的吸水和抗旱能力 可以抵御沙尘暴 但很快他们又遇到了新的挑战 如果风沙太大难以抵御 垂进光伏区后会将站内的沙地吹散 光伏板基座也将裸露出来 造成财产损失甚至是人员伤亡 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实践 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 光伏制杀究竟怎么制 主要是一板三用 通俗点讲就是利用光伏板发电 在板间种植植物 板下养牛羊 实现一块地的三重利用 这也是光伏制杀的核心所在 在光伏板下种植的植物 必须能够适应干旱缺水的气候 而且不得长得太高 以防遮挡柱用于发电的阳光 因此高度仅有半米的黄芪等植物 成为最佳选择 生长时这些植物可以用来防风固沙 等到成熟后 这些植物还可以制成中药 并出售流入市场 光伏支架和组件 就像一把大伞一样 可以起到遮挡阳光的作用 减少土地的直射光和水分蒸发 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那么在沙漠中 如何为植物进行灌溉呢 基地中需要定期对光伏板进行冲洗 这些水源也就会流入沙土中 实现对水资源的重复高效利用 周围的植被变得越来越茂盛 可以有效防沙固沙 这些茂密的地表植物 还有助于土地固沙和保水 形成了生态改善的良性循环 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 位于腾格里沙漠 是我国首批光伏产业园基地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这片区域已经建设了6万亩的光伏产业 不仅提高了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还努力实现了光伏发电 与生态修复的协同发展 目前这里汇聚了十多家企业 光伏电站的总装机容量 已超过千兆瓦 年可新增绿电发电量高达17亿度 也为当地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许多以前出门务工的年轻人 选择留在本地 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收入 都有了显著提升 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力 可以卖给国家电网 也可用于自给自足 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 这种清洁能源 不仅减少了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 还不会产生污染物或废弃物 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 减少碳排放 沙漠戈壁和荒漠地区的主要特点 是阳光充沛而降水稀少 植物通常难以在此生存 为了更好的治理沙漠 我国科研人员也在努力探索 看看这片沙漠 是不是也能长出蔬菜水果 工作人员尝试在基地中 自建实验性蔬菜种植大棚 为了应对极端气候 他们在棚内加装了电暖气 尽量保持室内10度的恒温 夏天就采取侧连通风的方式 降低棚内温度 通过这样的方式 各种蔬菜蔬果都已经结出果实 中国的荒漠面积 占国土面积的27.2% 如果仅用这一面积的1%来发电 装机容量将超过目前我国 所有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总和 自我国十四五发布 大力推动碳中和的指令以来 我国的内蒙古 甘肃 青海 宁夏许多沙漠区域 纷纷开始规划 并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而我国的第二批项目 也在抓紧前期工作 努力推进落地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何主任在今年三月份也宣布 计划在沙漠地区规划建设 4.5亿千瓦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4.5亿千瓦的基地是什么概念呢 通俗点来讲 也就是相当于20个三峡水电站的 发电产能 如果可以落实 那么沙漠不再是穷乡僻壤之地 这里也能成为绿色发电宝地 光伏加生态治理的融合发展模式 正在迅猛发展并且奔发出巨大的能量 沙漠和植被不再是两个冲突的词语 黄沙和绿色也可以共存 随着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激励建设 和大家环保理念的巩固加深 未来这里还将激发出无限的可能 成为集生态环保 科技创新 旅游文化 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生态圣地 茫茫沙海不再是一片寸草难生的死寂 而能够展现出崭新的生机 绿色的植位与蓝色的光伏板交相辉映 大规模的绿色电力从这里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千家万户 让沙漠焕发新的生命和活力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